现场之间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议长,大家少吴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5日。 我们迎来了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同时,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式的日子。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来参加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在这里代表IOWJCA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对地理粉丝会议的各位领导、嘉宾、议长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欢迎大家。 现在请全体起立。 Now, please stand up, put your right hand on your chest, and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走,我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下面的时间将由主持人宣读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李宇成总议长喝词 Now let us read the congratulation letter from ILWGCA President 李宇成 The year of the tiger rules today. The world is moving and winter comes. Among the snow and the wind we play. No matter how cold it becomes. All the leaders of ILWGCA North East organization and all the employees of ILWGCA Happy New Year! 今天我们欢聚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隆重举行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最高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哈尔滨验证认证任政总部接牌开业庆典 我仅代表全球主席团向参加今天大会的领导嘉宾朋友和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哈尔滨隆重举行国际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组建过程中 由国际组织总部 到各地区总部 各级理事会委员会 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 着有成效的工作 同时也得到了国政府 尤其中国政府 和中国地方各级政府 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障 指导和支持 对所有参与国际标准 ICJC IJC国际标准 绿色企业技术产品的 相关企业 黑龙江国际绿色企业联盟的 全体员工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各位道上一声 大家辛苦了 大家知道 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 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早在两千多年前 千古一帝秦始皇 修建的世界史上 七大企迹之一的万里长城 就已经统一了 技术上的全领域和货币伎俩 并一直沿用至今 一千五百年前的罗马时代 同样使用了技术标准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 也同知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 大力推行全球经营战略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 谁掌握了技术标准 并加以作用 谁就掌握了世界战略的主动权 地球气候问题 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 重大安全问题 连各国和各国首脑都认识到 只有实现绿色产品发展 才是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 唯一途径 因此绿色技术产品发展的实现 也成为了人类世界的共同责任 并且IOWJCA宪法受托人 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 通过具有国际自治权的 气候环境宪法建立国际组织 经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 完成了气候环境宪法 于2013年6月18日 G77会议上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应运而生 并以此通过国际验证认证 支援国际绿色产品的实践和公务 正式履行人类的命运 共同提示命 天下为公 人间为大 刚刚过去的一年 是中国人民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 成就辉煌 国富民强 特别是陈卓应对 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 应显大国力量 新年一时 中国开启 十四五和第二百个年 奋斗目标新征程 为打造世界强火 成为世界中心 迈出坚定步伐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落成庆典 并将对履行全人类命运 共同体使命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必将在全球绿色气候发展史上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必将对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中国人民绿色环保低碳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并将不断开创绿色气候机构工作新局面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只要我们坚持以IOWGCA气候环境宪法为宗旨 有引领世界的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大力的指导 有各总部各企业的共同奋斗 一定会共同创造绿色气候伟业的奇迹 幅显绿色气候发展展新篇章 最后我再次对百忙之中参加新篇大会的诸位 表示深深的感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合家幸福 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we will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 joining us during this meeting and we welcome you with open hearts we will hope that you will enjoy